Chart Room 有人留言 就說1299 可不可以買入呢 其實如果你買1299 其實你是在接駁 我自己覺得 其實某程度是接駁整個通關 都不要去想要找什麼跟息子的關係 直接想的就是接駁通關 還有第二就是接駁外資 是不是重新流入港股 因為其實MSCI香港指數裡面 其實AIA是一個很大的權重 只要外資如果肯入回來的話 其實AIA我會覺得 是其中一種會用來托調指數的股份 我自己這樣看 背後的因素是這樣 短線的你還是看著這幾天的位置 會不會有個支持 等著大家就是拼 大概會不會84元破賭 破賭的話 那些人到時就說 原來箱底突破頸線衝了 最後我覺得這個重要 其實接下來這段時間 因為很多是叫做政策消息事 很多股份的基本面可以擺 因為已經滯後 可以擺在一邊 到時大家又會只是追圖 那些圖全部都是 橫行突破追 就是這樣